另外在黎巴嫩方面 在以色列警告之下 半導電視台已經撤出黎巴嫩辦公室職員 以色列一潑潑的空襲 黎巴嫩南部的一名市長 在開會時被炸 不幸喪命 以色列北部在當地16號晚間 哄得一聲爆炸 隨後就是警報狂響 黎巴嫩真主導火箭炮攻擊 從白天就開始 以色列指控真主導發射了 多達30枚的火箭彈 但是以色列的動作也沒在收斂 至少6個地點同時爆炸 以色列轟炸黎巴嫩南部城市 纳巴地業 還炸死了當地的市長 這波攻擊至少16人死亡 但是為什麼連市長都會成為目標 納巴地業的市政廳被移為平地 同時南部城市卡納也難逃炮火 以色列對黎巴嫩出兵兩週來多達120萬人流離失所 孩子跟著大人參風露宿 好一點的能到聯合國提供的避難所 但同樣看不到一絲和平曙光 李巴嫩在兩週內就幾乎快要變成第二個加薩 連美國都看不下去 從白宮到國務院都發生 但是現階段的拜登政府 除了口頭告誡的外交司令外 似乎難以牽制以色列的行動 以色列對黎巴嫩的所作所為都點燃了伊朗怒火 不但要報復當地甚至還為真主黨辦起了募款活動 婦女們紛紛捐出了珍藏多年的黃金首饰 伊朗這項運量下一個行動要為真主黨出席 但是也要提防以色列會為十月初的飛彈襲擊暴覆 我們聽到拜登非常公開的聲明 報告以色列不去攻擊 以色列不去攻擊 不過在此時美國也有行動 出動了B-2轟炸機 打的是伊朗在燕門的同伙湖賽組織 这回美国没有联合盟友 是单独出击的 声称是要打击 叶门胡塞组织的 五座地下军火库 更是要给伊朗 一个严厉警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乌战争的部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晚间在欧盟峰会发表谈话 泽伦斯基是带着他的胜利计划 向欧洲各国领袖游说 不过这项计划的第一点 就是立即获邀加入北约 欧洲盟国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 而俄罗斯大酸泽伦斯基 不够清醒 说这是一份乌克兰的不幸计划 乌克兰的无人机 升入俄罗斯境内西南部 暗夜中军民恐慌 俄军防空部队试图打下无人机 这是9月底乌军无人机 攻进俄罗斯的画面 目标轰炸储存伊朗军员的弹药库 CNN获得许可独家曝光作战秘星 无人机任务在暗夜中进行 发射地完全保密 整个过程得在40分钟内完成 乌军无人机部队准备就绪 起飞前透过汽车快速追踪 确保无人机顺利升空 不只发挥打带跑战术 还要骗过俄军防空雷达 放出十多架诱饵无人机 在机翼贴席帽 让俄罗斯雷达上当 掩护真正的攻击无人机 但尽管无人机作战有效 乌军更希望美国及盟国 放开武器使用限制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乌克兰总统责任司机 游戏欧洲后回到乌克兰国会 公开他的胜利计划 乌克兰军情高层与西方国家外交官 接出席聆听 所谓胜利计划五大重点 第一 立即无条件获邀入北约 让普京感到政治算盘失败 第二 不可逆转的加强自我防卫 包含国防产业防空能力 取消武器使用限制 与继续在俄国境内展开军事行动 第三 建立非核战略吓阻 第四 开发战略经济潜力 第五战后 乌克兰部队重大北约 可取代部分驻欧美军 北约秘书长宇戴保留 因为能否入北约 还有关三十个成员国 是否都同意 而且美国也认为 要等战争结束 不是现在立刻加入 让北约势力东扩 毕竟俄罗斯 就是欧乌战战的导火线 俄罗斯趁机 呛基辅赶快清醒 乌克兰人们在基辅独立广场 当年阵亡士兵 要求释放政府 和无辜的孩子 举标语找爸爸 乌军阵王的眷属 不希望和谈 俄罗斯也持续推进 乌东前线 公布空拍画面 显示激烈战斗后 乌东两座村庄 被俄军插旗 沦陷 战争何时 划下据点 也跟泽伦斯基的 胜利计划一样 很遥远 TV新闻综合报道 航空制造业 吹起了一阵寒风 包括了美国波音 法国空八都相继宣布裁员 今年风扑不断的 波音公司要大砍 1.7万名员工 来节省开支 而法国空八也宣布 将在2026年中之前 针对了严重亏损的 国防跟航太部门 要裁员2500人 而零组件短缺 当然也就影响到了 空八的交际数量 台风战斗机 在空中高速追踪目标 锁定目标后 发射炮弹轰炸 飞机制造巨波 空中巴士 才在今年澳洲 举办的20国漆黑联合军远上 大修自家生产的战机直升机 没想到16号突然宣布 将在2026年中前 裁掉国防和航太业务部 7%的员工 部门执行长表示 由于面对高成本 和部分专案计划进度拖延 空八一直难以将这个部门 转亏为盈 加上供应链中断 以及预算限制 导致成本压力不断增加 为了尊杰开支 不得不进行裁员 受到零组件短缺拖累 空八早已将全年飞机交付量目标 从原本的八百架下调到七百七十架 目前只交付了四百九十七架 而且在九月仅仅交付五十架而已 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九 许多分析师担忧 恐怕无法达成目标 的确 供应链中断不止冲击八 同样受重创的还有波音 九月交际量减少到只有三十三架 低于八月的四十架 除此之外 三点三万名国际机械师 和航空航天工会 所发动的大罢工持续发酵 这场罢工已经进入第二个月 劳资双方多次谈判破局 多国国会议员现在跳出来 来帮工会喊员 在这一年纪的交易 生活质量跌了30% 但你的资金只跌了15% 因为你得到尊重 你得到尊重 你得到正确的交易 正确的资金 健康 利益和资金 根据CNBC报道 由于波音劳资双方 始终无法达成协议 标普全球公司估计 这次罢工事件导致波音大糖血 每个月背负的衍生成本 高达10亿美金 折合台币超过320亿元 雪上加霜的是碍于罢工 严重拖累新机生产进度 最新机型777X的交集日 延宕到2026年 比最初计划晚了6年之多 重创波音营收 为了避免亏损黑洞持续扩大 波音不仅宣布 将裁掉1.7万名员工 甚至计划要筹资 350亿美金 大约台币1.1兆元 来渡过难关 波音今年以来 虽是连连 1月发生内牵势唱门 半空喷飞的离谱事件 遭到联邦航空局 FAA严格监督 9月又因工会 杠上资方严重冲击生产 如今信用平等机构 S&P Global表示 要把波音的信品 列入负向观察名单 可能打入垃圾等级 摩根大同分析师警告 信品一旦跌入垃圾等级 波音将被剥夺投资资格 成为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坠落天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继续要带你来关注 0403地震已经过半年了 但是您知道吗 余震还没有终止 甚至让今年规模 5以上的地震 确实比往年都还要高 那么截至9月统计 规模6以上的地震 已经累积10起 但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 认为发生地震数量多 不算异常 而且余震规模都有去缓和 整个0403它的分布范围 是比较小 但是它是比较高密度的 密密麻麻的点 都还是聚集在花东一带 0403花莲地震之后 余震还是不断 也让今年的地震发生量上升 摊开数据截至今年9月统计 规模7以上 就是0403花莲地震这一起 而规模6以上则有10个 若看到近10年以来 仅次于111年的12个 但今年还没过完 数据可能还会更新 而规模5以上 又135个 是近10年以来唯一破百 但气象署认为 这不算异常 确实也不算异常 因为我们台湾 就是位于板块的交界带 所以它在挤压过程 有一些地方 它就会累积硬力 但是它有一些变形 它就是 有点像是卡住过不去 然后突然 它的力量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它那个延时或者是断层 它就会断开 那断开就会产生 很巨大的地震 那这个地震呢 同时也会伴随很多 后续小地震 因为它这个区域的 延时硬力的调整 然后就慢慢的释放 和1999年的 921地震相比 气象署当时的统计 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整体余震 才算是告语断落 至于0403地震过了半年 大大小小余震 已经破千个 观察规模 有趋于缓和 但还不能说已经终止 地震它的能量都是 一开始是最高峰 然后慢慢它整个 在地体构造上面 因为它做一些 硬力的平衡 所以慢慢都有一些 比较小规模的地震 那因为主震 它规模是7.2 所以后续 如果有规模 5啊6啊4啊 这些其实都算是蛮正常的 以观测上的经验来看 这个目前是跟主震相比 已经持续在区换 0403之后 小余震一波接着一波 甚至显著有感次数 已经超过400个 所以接着要观察的 是余震的地点和规模 是否有出现明显变化 需要持续监测 最好的情况 就是它 这些都是0403的余震 所以0403 是这件事情的主导者 那如果渐渐平息下来以后 也就没有事了 但是我担心的 就是说那个 就像那个日本讲的 那个大地震时代来了 日本进入大地震时代 就表示这个菲律宾海板块 非常的活跃 位于板块活动频繁的台湾 时刻需要保持警惕 甚至建筑耐震观念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老屋要重建 或者是我要购买新屋的时候的 考量上有一些的变化 过往从来没有人 很少人在问 在买房子 说你的耐震能力是多少 现在开始会问了 这是第二点 那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建商们也开始 在注重这一块 所以他们也开始在推 所谓的耐震宅 到今年7月底统计 为老条例通过短短约7年的时间 受理建树来到4088件 显见地震频发 民众对于老屋重建 相当积极 如果经济上有能力 买新屋时 耐震系数也会成为考量因素之一 只要经济能力允许 大部分人都会 首选一定是新房子 可是就跟您刚才所讲的 目前房价是偏高的 那对于蛮多的人 他们的经济预算 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就会被迫 只好去选择老屋 才买得起 我觉得老屋的需求 还是会持续断整 如果购买中谷屋 可以先查询地段 是否位于土壤异化区 另外观察建筑外观 公社及屋内空间 有无裂缝或建筑结构 是否受到破坏 想要专业一点 也可以请结构技师 先做评估 毕竟地震来得无声无息 只能事先做好因应 降低灾害风险 铁本新闻 连至周游圈台北报道 接着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关注 面对劳保可能破产 劳保年金领不多等风险 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 可能都要靠储蓄投资 来准备退休 薪金的这个比重 有明显增加 根据劳动部的调查 25到34岁的年轻人 有高达八成会靠储蓄 有六成一则是会靠投资所得 相较之下 仰赖劳保劳退比重 只有62% 最近可能听到什么消息 就会比较关注哪一支 专注盯着手机萤幕 关注股票走势 这是余小姐每天例行公事 近年景气充满不确定性 物价高涨 薪资涨幅有限 任知道退休金靠自己最实在 就是薪水的一般 每个月都是拿来投资股票 那剩下一般的话就是运用在我生活中 然后如果有剩的话就存起来 那基本上都是用在股票上面 靠储蓄和投资 余小姐30岁开始 稳定存退休金不再仰赖劳保 年轻世代对退休财务规划越来越积极 但到底退休该存多少钱才能安心 大概每个人大概要存1500万才够用 所以还是在朝这个目标前进 因为我可能还有30年要工作的话 那可能就要一年存50万左右 根据我们调查显示 其实上班族认为 如果你在退休之后 想要维持一定品质的生活的话 你每个月至少要有 4万2000多元的收入 那同时呢 其实你除了要有房产之外 至少要有1200万左右的现金金流 才能够真的安享晚年 通膨危机是会持续存在的风险 就算已经存到千万退休金 也难保钱不会缩水 劳动部调查 有高达近九成的国人 有退休金规划是另年最高 尽管劳保劳退 依旧是劳工退休生活费 主要来源占了近七成 但靠储蓄与投资的比重提高不少 而年轻人对退休规划的态度 也正在改变 根据劳动部的调查 25至34岁的年轻人 不再将劳保视为主要的退休金来源 有高达八成的人都会依靠储蓄 另外有六成亿的人呢 则会依赖投资所得 而这个比例也在所有年龄层中 占比最高 低薪高房价 加上政府退休金制度 可持续性缺乏信心 年轻世代更早开始累积储蓄 和进行投资 不过有学者担忧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想被绑在一份正职工作上 转向零工经济 但多数是按建计筹或短期合约 如果不加入劳保 未来老后恐成为退休弱势 只能延长劳动年限来支撑日常生活 保险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不可测的 或是说我现在花钱 那以后我到底能不能收得到是一个问题 购买的欲望比较低一点 现在大家年轻人普遍感受到 就是说老保对我来讲 可能是未来可能会破产 或是未来我会缴得越多领得越少 所以像很多年轻人 他如果在选择一样工作室 不用被强制加保的 他可能就选择我不加保了 担心的是你没有加保 未来你的老年的经济安全怎么办 尤其是在青年低薪 问题还没有解决 没有加保的这些年轻人又老了怎么办 那当然如果他可以自己 透过自己的储蓄 来为他自己 未来的老年轻安全来做准备 我觉得也是很OK的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那些没有加入劳保的人 大概也不会自己储蓄 因为他的工作样态 他的薪资那么低 他可能就没办法去加保 不同行业的薪资水平 都会直接影响劳工退休准备能力 像是高薪行业 金融保险业 资通讯业 高达97.8%有规划退休生活费用 同时也会靠投资储市为退休做准备 反观较低薪的住宿餐饮业 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比例相对低 鼓励年轻人你还是要去加入一些社会保护权 为你未来的老年经济安全多做一些准备 更重要当你有了储蓄的行为的时候 表示你对自己未来有点想象 所以这时候你不但会储蓄 也可以开始重视未来质押发展等等之类的 长期低薪的劳动环境 使得收入较低的劳工在退休后几乎没有足够保障 这也影响了年轻族群 转向储蓄投资和灵活的工作方式 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TVBS新闻 余信翰 卢宏昌德 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好 就继续来讨论退休金的部分 刚才我们看到大家都说 可能要1200万或1500万的退休金 放在身边才够用 那么现在不少人都在思考退休生活 但是努力存钱才有钱花 要存多少钱呢 恐怕有国外的专家做了一个统计说 一个家庭可能得要存够2880万才够用 摊开从年轻到现在 曾经投过的保单 再到系数手头上可以运用的资金 为了退休他做足准备 从二十几岁开始规划 那我二十八岁开始做这个保险跟理财 那二十八岁那一年我就买了一些储蓄鞋 那以我现在来看 我那时候买了基比就是这8%的产品 那一直复利滚存 就是爱因斯坦说过 就是时间加复利威力大于原子弹 所以我那时候买的产品 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小孩买的产品 就是经过这二三十年复利滚存的效应 那在我过几年之后 我就是每年大概都有300到500万的手 就是可以拿回来的满旗金 再加上我每个月的现金流 就是活用的一些配息跟利息 大概6到7万 那我就算一算大概足够应付我 为退休的生活 当了30年的媒体新闻人 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总算可以睡到自然醒 献煞不少人 只是他说从20多岁 就告诉自己得要把钱存下来 好好规划理财 未来才能财富自由 有被动收入 不用再被上班支配 我觉得股市对我来讲是有赚有赔 所以其实以长期来看 它并没有帮我累积到多少财富 短期的痛快有 不是存死钱 你不是留在那边放着做定存 你的金钱累积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有能力去做更多的运用 所以它的钱的增长是更快的 所以先不要去考虑说 我现在年纪太小 或者说我还年轻 或者说我已经来不及了 你就是赶快做Just do it 比原先计划的时间又更提前 但到底要存到多少钱 才能像他这样 FIRE老板 有些人会用现在的生活费来推算 存到了就可以开始享受人生 有国外作家这样算 结婚后如果有两个小孩的家庭 一个月总开销约8万元 那一年就要96万 孩子独立后开销少了一些 大约4万块 平均计算约40年就得到了2880万 这样的数字 只是这是用粗估的平均去算 有些人可能会说一定要那么多吗 其实退休族就说 确实现在还有通膨这项因素得要考量进去 不是死板板的存钱 是要给钱有时间复利来累积 而且还有几个可能的变动因素 其实我觉得老年生活 其实他是蛮孤单的 那他可能有一些资讯没有办法 很充裕的了解 所以他可能会遇到一些诈骗的问题 然后他的场域可能比如说 他今天可能去医院看病 或者去公寓运动 或者是去菜市场买菜等等 都可能有一些人会很有心的 突破他的一些弱点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可能的变数 通膨健康还有现在的诈骗集团猖獗 再到孩子都是老死前得需要考量的事情 不过副理事长也提到 教育孩子应该要有的退休知识非常重要 因为不可能养他们一辈子 怎么做就非常关键 所以退休的准备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40年前的1000块 其实在现在的购买力 大概只剩下540块钱了 这个通膨的因素要记得考量进去 根据统计台湾人在离开人世之前 大概会有8年的卧床的时间 然后老年的时候比较容易有一些慢性病 或者一些自费的营养品 或者是自费的一些治疗的疗程 这边健康因素的健康花费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数 其实什么时候开始理财 不少专家也强调真的都不晚 只要愿意起心动念去做 而数字是个目标 没存到几百几千万也不怎么样 因为手头上有多少钱 就过相对应的生活 重点是让自己舒服开心 TVB新闻中的容歇伦台北采访报导 老板的经济果实是否都有跟员工分享 也就是受雇人员薪酬 占GDP的比重 也成为了企业被检视的一炸动作 那么根据主机总出近10年来统计发现 虽然企业的营业盈余逐年提高 可是受雇人员薪酬占GDP的比重 却往下掉 准备迎接中午餐期的客人 饭店内餐厅活络起来 备料擦拭碗盘 调整位置不容马虎 而员工奋力工作的背后 当然希望能有相同的薪资报酬 主机总处也进一步观察 各行各业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重 发现住宿及餐饮业平均薪资3.6万元 但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重 却高达62.5% 甚至高出电子零组件37.1% 毕竟我们饭店跟餐饮产业第一线面对的还是顾客 所以在扣除掉营运既定的成本 以及物流的一些成本以后 几乎我们就是分配给博给员工 让他做一个知识 不管是教育训练 培训员训练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部分的GDP的占比 当然就会比较高 主因在于住宿及餐饮业投入的人力多 即使因为产业属性不同 平均薪资较其他产业低 但受雇人员报酬占比却高达六成以上 比起就是其他产业的部分 他们可能以客家或者是 以机器人协助为主 那我们的部分的话 还是第一时间会面对到顾客需求为居多 所以在这部分服务的相对的面对面的状态 就还是会以大众为主 那因为不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 劳动密集度 还有技术密集度 这些因素不同 那此外不同的企业 会有不同的经营策略 那有些企业注重的是短期的利润 而有些企业比较注重长期的发展 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受雇人员报酬 占GDP的比重也不尽相同 例如月军薪高达20.6万元的水上运输业 2022年受雇人员报酬占比 却连10%都不到 向来在制造业中 薪资居贯的电子零组件 虽然月军薪接近10万元 但受雇人员报酬占GDP 却只有25.4% 还低于整体制造业平均值38.4% 简单来说因为他们必须要维持在产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所以他们必须要比较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比如说设备上或者是研发上面 因此他们的折旧率 折旧比例是比较高的 大概占了32.9% 因此也就让员工薪酬占GDP的比重是下降 电子零组件业折旧占GDP比重 确实远远高于各行各业 平均折旧率16.7% 尤其全球化的竞争在科技业格外激烈 因此科技业为求更低成本移动到海外生产 所支付的国内受雇者报酬占附加价值比重也相对较低 经济果实是否都有与员工分享 也就是受雇人员薪酬占GDP的比重 也成为被检视的一大重点 而根据主计总处近10年来的统计 也可以看到虽然企业的营业盈余是逐年的提高 但是受雇人员薪酬占GDP的比重却从46%掉到了43.9% 观察近10年GDP分配结构 受雇人员报酬所占比重在1980及1990年代平均约为49.3% 是占比最高的年代 2000年代后随着产业外移占比逐渐下降 2012年45.8% 2013年44.6% 直到2019年回升到46% 但2020年又逐渐下降到2022年的43.9% 也成为低点 至于说对员工比较好的产业 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问题 因为除了薪资之外员工福利工作环境 发展机会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的评价 那一般来说的话 外商企业大型企业还有一些新创企业 在员工福利和发展机会方面是相对比较好 台大国发所兼任教授辛秉龙也强调 如果以整体趋势来看 除非产业结构不变才能下定论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比较 应该回归到个别企业 是否获利增加以及调薪如何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可观 TVB的新闻 郑胜维希丹词特报导 大家现在都使用智慧型手机 各式各样各样的社群媒体 无时无刻都在联动现实生活 不过越来越多的调查发现 社群媒体使用率跟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 呈现负相关 手机跟社群媒体还是少用一点 上课无聊就打开短影音 心情无嘴在灯上讨论串 发个文宣泄 网路社群琳琅满目 但为何年轻人有时想取暖 心理温度计却一路下探 可以说七八成的孩子 在他们的舞台里面都会提到有关 譬如说他的困扰 可能是情绪方面的困扰 可是他等到情绪困扰的时候 就会聊到他在社群上面 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或者是说他跟父母的一些争执 那有可能是牵涉到手机的使用 网路的使用 和数位原住民有相当重叠 过铺世代 泛指2006年到2010年间出生 从Z世代过渡到Alpha世代 前半的青少年 从小就和社群媒体密不可分 生活的时候去使用 可能会是忙里偷闲那种快乐 而新型的可能是崔子雷 或是这样新的问题 他们他的演算法会让你就是 有一种就是 我一旦脱离这东西 我就会有一种压力 之前在备考之前可能 至少我是把社群媒体删掉 但不是每一位年轻人 都能从数位漩涡中自行脱困 美国知名智库皮尤调查中心 近期曾针对1500位 13到17岁青少年 以及家长进行访谈 调查发现 对于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处境 69%的父母认为 比20年前更为艰困 而孩子也有44%抱持同感 不过谈到困难的源头 认为是社群媒体的家长 多达4成1 居次的也认为和科技趋势有关 青少年们心中最大困境 虽然略有不同 但社群媒体依然榜上有名 社群媒体大家的习惯 都会放上去比较理想 或者是比较愉快的一些事件 你天天在看这些社群媒体的 过程当中 仿佛好像看到别人的生活 都是这么的美好灿烂 再加上同才的比较的压力 它就会形成一个蛮大的状况 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学者的合作研究 发现11到13岁少女 以及是45岁的青少年男性 两年龄性别区间的生活满意度 和社群媒体使用率出现负相关 而美国北卡大学的研究团队 更发现这类问题出现在大脑奖赏中枢 意思就是当得到的回馈不如预期 焦虑 忧郁 风险也随之攀升 所以说可能我在实体生活当中 跟你有一些冲突 可是我们在网路上面 它会有非常多细致的一些操作 我讨厌你 然后就把你的朋友 夹到一个line的社群 然后就唯独不夹你 所以你光知道这件事情 基本上你就会 你那段时间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波动 或者是非常的难受 像这样的事情 它就是实体跟虚拟之间 不断的一个交错 然后影响到孩子现在的生活 人生本该操之在即 自愿过曝于网路世界 笑骂游人 事出必有因 同样是跟不上这三个字 青少年和父母的理解 就天差地远 孩子希望同侪认同 家长却寄望儿女的成就 与众不同 家长们怎么去 因为焦虑或操心 怎么去安排孩子们的 这种课后的活动 或者是学业的补习 甚至是小学 就在念国高中的这种数学 或者是很难的课程 那他们怎么来的这个压力 一样是比较 所以当社群媒体上面看到 有这样子的 其他的家长有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回来他们会慌 研究报告里 31%的青少年之所以不认为 社群媒体是生活困境的主因 原因是长辈家住的期望 和同侪与社会外界的目光 要兼顾成绩 刻意活动表现和人际关系 压迫感又更为直接 但是投身网路社群 换来的又不全是肯定和赞同 其实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有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普遍来说可能他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自我伤害 忧郁焦虑甚至到拒绝的一些明显的一些困扰 专家建议除了青少年自身 要懂得求助 家长的沟通更该着重于倾听 引导和理解 包括自信 身处在资讯过曝的大环境里 问题或许早已不存在世代落差 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辅导回馈 成了你我都必须正式的共同课题 小腹围图的常见原因 有高热量 高糖跟高脂肪饮食 而如果小腹围图要小心的是 他可能会增加60%的疼痛风险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有小腹的女性罹患慢性疼痛的风险 增加60% 主要原因包含腹部区域里的肝脏和胰脏等器官 事实上脂肪过多与身体许多部位的疼痛有关 也有可能提高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台湾在货一收到后 我们会尽快办理通关 那再安排出货到各个通路区 好 那这礼拜二十号之后 一定要赶快清关 赶快顺利 因为我们是敢在双息以前 张小姐从事进口贸易 公司忙不完的工作 只能带回家继续加班 经常和同事视讯会议 工作压力大 习惯睡前吃点宵夜 再加上偏爱吃甜食输鸭 近期小腹围秃 让她感到很悠心 工作压力加大 那因为夏天时间很晚了 回到家里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吃 那甚至晚上有时候 因为要跟客户开会 再次去会议 那真的不能吃点 就吃甜食 因为这是冲到我自己的热量 那我自己又爱喝饮料 那也爱吃水果 所以其实常常直接下来 真的都是胖在我的肚子 腹部脂肪代表了一个指标 甚至我们想吃进去的 不管是糖类的蛋白质或脂肪 只要是热量进去 我的吃进去的 远大于我需要的热量的时候 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变成 这个脂肪存在我们身体的腹部 所以大家第一个感受到 就是觉得 哇 我怎么最近腰带变粗了 这个腰变粗了 腰带变紧了 或者是弯腰起来变困难了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很多都是文书型的工作 做人打电脑 血温 这种情况做都没有运动 第一个胖起来就是腰围 目前在台湾体检 有将近五成的人 都有脂肪肝的问题 脂肪肝严重容易造成慢性肝炎 演变肝硬化肝癌 因此脂肪堆积 对内脏功能影响很大 高热量 高脂肪的这类型的食物 可以造成脂肪的堆积 可能是在于缺乏运动 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 所以我们要来用 有氧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脂 然后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 注意避免肥胖 控制我们的血糖 控制我们良好的饮食 很多人会有脏气 然后造成有小腹图的问题 那这一招就是在家里也可以 自己让脏气消除 然后小腹消除的方法 就是在家里的床上躺着以后 然后以这样子抱腿式的方式 然后连续的做几次 就可以压着小腹 然后把脏气的感觉给排除掉 腹部内脏脂肪会分泌出许多发炎激素 造成衰老 慢性病癌症等 内脏脂肪过多亦引起代谢症候群 包括腰围过粗 三酸甘油脂偏高 高密度胆固醇过低 血压偏高 及空腹血糖值偏高 若有三项符合 就要特别注意 临床上我们常常会碰到 有一些门诊的患者 他来就是说他会抱怨 就是说他的内脏的脂肪 就肚子比较大 就是有点小腹 然后他们会说怎么办 那其实通常内脏脂肪 它其实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警训 这个代表就是说 现在的一种文明病 那大部分时间就是因为 我们长时间会坐在椅子上面 减少活动 现代人因为有时候 真的是营养过剩 时常造成肥胖的问题 时常在世界卫生组织 特别提醒 除了体重之外 腰围是很重要的 一个健康指标 一般说来男性不超过90公分 女性不超过80公分 三酸甘油脂 或低密度胆固醇太高 也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所以看不到的地方 影响更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些血管硬化是造成脑中风 以及心肌梗塞的杀手 危险因素 所以我们应该控制热量 医师提醒 别让腹部脂肪堆积过多 民众平常应加强腹部肌肉运动 重视健康饮食 糖分物摄取过量 能有效改善小腹围突的情况 降低疾病发生率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好高级喔 好高级喔 这个 拍他们卖什么 还没到你 还没到你 这三公司 这一次在一 很猛 超好吃的 这个包子 好棒喔 油饭弄得好好吃 熟知 这个有变焦